接著是楊岳橋議員 主席想請教司長 他什麼時候知識中聯辦不受《基本法》第22條規管 主席 是 司長請 如果大家去看1999年6月和2007年1月的文件 這一點是很清晰的 我是問司長本人是否由第一天開始 由《盤古》初開《基本法》頒布 1990年4月4日頒布的時候 司長已經知識充分領會相關的指導精神了 主席 1990年4月4日並未改名 當時是新華社 它已經在香港存在 所以根本是不會引致 我問你本人什麼時候知道 只要你懂法律的 你應該是會知道 假設我由《盤古》初開 已經掌握到這麼高尚 這麼重要的法律精神 特區政府過往 曾經在過去 特區成立開始 曾經歷任數次 是將《中聯辦》 受《基本法》22條規管 八指黑切寫過出來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是不是 鄭司長 在法律上 我不知道它具體是怎樣 你不知道 你沒有看這幾天這麼多爭議 你不知道 搞得聶德權出來道歉你不知道 我現在就很簡單問清楚 任何的政府官員 如果說中聯辦是受制於《基本法》第22條 這個說法是絕對錯誤的 鄭司長是否同意 主席 司長請 如果 你剛才說的 我這樣說 因為我不希望被人扭曲了任何的詞語 《基本法》第22條是不適用於中聯辦 那就是說 當有任何政府官員這樣說是錯誤的時候 是否代表歷任的政務司司長 都同樣是錯誤 主席 司長 我不知道以前每一個人所說的每一句話 這條題目實在太廣泛 很難這樣回答 很難這樣對你所指的相關的人士 一個公平的回答 很簡單的 只有你鄭若驊是對的 過去幾任的律政司司長 都沒有指證過當時的 政制事務相關的官員 由孫明洋到聶德權 就是說由梁愛思到袁國強都錯 只有你鄭若驊是對的 另一個問題 剛才 你待會有時間慢慢回 我現在下一個問題 監督權的問題 想請教一下鄭司長 監督權三個字在哪裡出現 整部基本法在哪裡出現 中聯辦是可以有監督權的 主席 是 施長請 我先要就著剛才所說 說前面司長對還是錯 這一點 我要澄清一下 因為剛才我提到那個文件 1999年6月和2007年1月的 都是當時的政制事務局所發的 所以他們當時所發表的 這兩個都是當時的文件 我不知道當時或者以前的 相關的政府人員的看法是怎樣 我只可以告訴你們 現在我們是按著法律 我不管你的政治的想法是怎樣 按法律去喘息 基本法 而去喘息基本法的時候 必須要知道我剛才所說的三個前提 基本法是憲法第31 你不需要再重複了主席 主席我想請教鄭司長 聶德權三份聲明 第一份、第二份和第三份 有沒有請教過律政司的 我們內部去工作 我們是不會提的 不過我再重申 律政司的法律意見 正如我剛才所說 很清楚告訴你 我現在是問聶德權 錯過頭兩份聲明 有沒有資訊過律政司的專業法律意見 簡單的事實問題有 還是沒有 司長 我們不可以就我們政府內部的事情去溝通 OK 還有沒有繼續的問題 沒有 我可以再問的 你是不是給我問 他繼續 謝謝主席 常人就跟你說法治精神 是rule of law 你就強調rule by law 就是大陸那套依法而治 但現在呢 就淪落到根本就是人治 你這個司長賽那裏講這麼多 不用浪費氣了 你不就這樣講一句話 我北京大老闆說 I am the law 就講完了 他們現在是口頭釋法 喜歡說就說 忽然間 中聯辦 明明是做聯絡的 現在又說監督權 監督權 整份基本法又看不到的 我就想問清楚 手頭這一份呢 就是國務院 北京當然 在2000年1月15日出的通告 就講到明 中聯辦是前身是新華社 改名等等 就講到明 張嚴格遵守基本法 他沒有說 括弧 22條除外 請問怎樣解釋呢 問題一 而問題二 你堅持有監督權 好了 這個監督權 你說與生俱來都可以 有沒有底線的 有沒有範圍的 是不是 日常操作 他有空喜歡說話 有時候就是給點意見的 提點一下 有時候是可以索性 有命令人代表中央 為什麼不行 當然可以命令你 那我不聽 請問有什麼法律後果呢 兩個問題 司長 多謝議員 正如剛才議員所講 國涵2005號 其實也都提到 正正就是提到 中聯辦和它的人員 都是要嚴格遵守 基本法和當地的法律 基本法裏面 如果第二十二條 是不適用於中聯辦的話 那第二十二條 就不會對中聯辦 作到任何的一個作用 什麼 白馬飛馬 你說到 sorry 白馬飛馬 我先講一下 您的時間還有 但是除了國涵 國務院這個決定之外 憲法第五條 也都要求所有的機關 一切機關 包括中聯辦 都要守法 所以在法律上面 包括基本法和所有相關的法律 至於第二條題目是提到的監督權 監督權的理解一定要從我們整體 在基本法第十二條裡面 香港是直核中央 和我們國家是一個 unitary state 單一體制的國家的理解 因為那個權來自中央 它授權給香港 所以它授權給香港的話 它作為一個主體 一定會有一個監督權 如果那個權是用得不好的話 它應該是會關注 亦都會關心 是會出聲的 會有意見的 提出意見 不聽話斬頭 不聽話斬頭 是呀 不聽話是不是斬頭 你讓我講一下好不好 好 如果它提出那個意見之後 其實它不會代替了香港政府去做事 香港政府它有權發表它的意見 但是香港政府在高度自治情況之下 它仍然是要自己去操作自己去做 那所以呢 不存在所謂什麼干預這些 這個是一個 它作為一個中央授權給香港 作為中央的代表授權香港的時候 它是需要看著 是監督的 不是呀我不明白 你自己都用了整七分鐘 不是呀我給你問 隨隨便給你跟進 你聽不到 我不明白 你聽清楚 你現在說到 說香港政府是有自己的做法 不是一定要聽它 沒有說干預 沒有說不聽令這件事 但是如果我是中聯辦 我講到明A是好的 你這個政府或者受任何的架構 包括這裡立法會去做了B 請問有沒有法律的效果 我們必須要在一個具體的情況去看 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當你是一個 當一個授權A 授權給B的話 A當然可以有監督權去看著B 它怎樣運用它的權 這個就是所謂監督權的一個基本的原則 所以假若那個只是一個發表一下意見的話 這個絕對是有這個權力 這個就跟一些不是自己 沒有權 沒有權去看著 沒有監督權的人去發表意見 就是兩碼事 所以中央就是兩碼事 這個文件沒有說是括弧 二二條除外 它是答不到 他應該是答了 你還會否有補充呢 師長 我再補充 我想毛議員所糾纏著的 就是夜二條第一款 不能干預那一條 即是不干預那一條 如果是這裡的 我再解多一次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理解 毛議員是對夜二條第一款 解完這次就要給下一位議員 好 第二二條第一款所提到的是 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等等等等 這裏就不包括中聯辦 但是而中聯辦 中聯辦 而我們剛才所說 其實在香港基本法第十二條裏面 香港是直核中央 這個權是由中央授權給香港去進行高度自治 所以中央是有權也都有責任關注香港的事務 也都有這個監督權 所以不是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不是說是還是不是干預 而是當中聯辦去採取一些行動的時候 它是有還是沒有獲得授權 行使的時候那個過程是否合法 這個是很重要的法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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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